全家移民 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才17岁 刚告一 人生不是顺遂的 人生也不会永远的顺遂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老华侨骗新华侨 我们家的这个钱呢 就莫名其妙的不借了 然后那个人呢 也不借了 所以我爸爸妈妈就说 我们呢 为了要生存下去 只有选择 看是加油站或餐厅 那爸爸跟妈妈呢 决定就接下餐厅 因为东西卖不掉 你们有得吃 所以我跟妈妈就去看 这个餐厅到底在哪里 结果原来是一个 鸟不生蛋的一个沙漠 真的是在荒野奋斗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练就了这个 很厉害的功夫 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从Kingman Arizona 要开车到洛杉矶 每个月要补货 也没有人愿意送货到这个 城市只有五万个人口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还有Yellow Page 还有这个厚厚的电话 打电话给所有的这个 看得到中文的这个旅行社 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去那个拉斯维加斯 带人家去赌博 或者是要到大峡谷 中间有一个地方叫Kingman Arizona 你们可以到那里去吃饭 那里还不错 所以就这样慢慢慢慢的 一车一车的人来 这个餐厅变成是 还不错的一个中继站 那大概是我最棒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没有离开舒适圈 没有离开台南 到美国 我想我还是在一个 私立学校长大的小孩子 然后如果没有经历过 在美国奋斗的那13年 到台湾重新开始 也是从零开始 那进入一个大集团 学习如何随时让自己 都能够接受新的挑战 我想那些都是我的养分 它能够让我到后来 觉得这些巨城这个废墟 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个废墟 我觉得是可能性 应该是很高的 那最低潮的时候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每一个转折 你都把它变成是一个起点 那么亮点就会离你不远 这个是真的是 经过了这十几二十年 从一个会计人到最前线 做企业客户的业务 到一般客户 到能够去整合客户 跟我们的客服中心 业务跟客服中心 所以门市跟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都会是一样的这个讯息 到后来到行销 产品开发 那我觉得都是人生的历练 也就是把每一次的一个任务 都当作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起点 我们下期见到最后的一个人生的历练 我们下期见到最后的一个人生的历练